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娟美食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是不是没有胃口 那就做一个可口的凉粉吧 今天海娟就把一款好吃的豌豆粉详细的教程分享给大家 如果家里没有的,你可以换做纯正的红薯淀粉 首先取200克的淀粉,放2克的盐增加凉粉的韧性 用240克的凉水稀释一下,边倒边搅拌 我们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淀粉非常容易沉淀 记住下锅之前我们再给它搅拌一次 起锅加入1800克的水 开大火烧热 家里人口少的,我们可以减半进行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锅底起小泡沫时 把火关到最小 锅里的温度大约在60摄氏度左右 把容器抬高,用细水长流的方式慢慢地加入锅中 一边搅拌一边倒 用擀面棍顺着一个方向继续搅拌 搅拌至4分钟左右,看到变得粘稠了 继续搅动 紧接着我们会看到没有白色的液体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的粉糊 颜色透明,而且均匀 准备一个干净的盆或者几个小碗倒入盆内 颠一点,使粉糊的表面变得平整 排出里面的气泡 然后常温下晾至3个小时 想快点吃到嘴的,可以放入一个凉水盆中 现在我们准备配料 切一些黄瓜丝 大蒜切末 再切一些香菜 小葱切成葱花 再来调一个料水 碗中放入蒜末 加少许的盐 一勺酱油 两勺香醋 来一点小末香油 少许的白糖 加入适量的凉开水 搅拌均匀 料汁就调好了 三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用这个刮刀器 给它刮成丝 家里没有的,我们就直接用刀切 切块也好,切丝也好 都特别的好吃 看看这个凉粉 筋不筋道 软软的,滑滑的 不比外面卖的茶 放入碗中 加入黄瓜丝 香菜 少许的小葱花 一些花生碎 增加它的香气 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再来一点辣椒油 搅拌均匀 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 这样做出的凉粉 入口劲道 口口坦坦 天气转热了 就爱吃一些清凉爽口的食物 学会了 我们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在家做 成本还低 更健康 喜欢的朋友们 不要犹豫 动手试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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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